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选中了这个瓷窗 左边的那个 奇怪这个反而如果用水的话 这个 对这个用水的话反而不会这么滑 对 但是这个要无外价钱 这个是五块 然后这个是三块半是包含在里面 五块还无外价钱 我们现在就把 锁匙交给装修商 是啊 我们刚才去看了瓷砖 然后选好了厕所用的瓷砖 其他地方也不用了 就是只是厕所而已 然后现在 我们就去选 那个Digital Lock 就是智能锁 我们不打算用太贵的智能锁 觉得没有必要 尤其是两道智能锁的意义在哪里呢 第一道如果不好用 那第二道 又能好用到哪里去 就是 现在我们去看一下 想说花个几百块新币就行 今天天气很不好 下雨 这个刚才我们选择的瓷砖也行吗 嗯 嗯 这样一对比的话 就直接可以看出来哪个比较好 哪个水 对尤其是我们的专业商 还让那个卖瓷砖的销售 让他拿一杯水过来 然后到了瓷砖上面 然后再让我们去感觉 就是 就是平时你在冲凉的时候 厕所流水的时候 那种是什么状态 这样一摸 反而我们原来觉得 会滑的那个 反而不滑 原来觉得它不滑那个 反而会有点滑 反而会比较滑 对 这样是对比一下是有差的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那个 正好就是我们比较喜欢的那个花样 挺好看的 好了 我去选择了 我把尺寸都静一下来知道吗 我把尺寸都静一下来知道吗 好 好 可以等一下我们就回起来 就让他过去吧 我们等一下 他就在那个新房子里边去弄一些东西 我是想要买这一款的抽烟机 然后想要跟炉灶一起买 但是不知道尺寸合不合适 等一下让他们的师傅去上门量一下会比较好 他们也是有那种水槽洗碗机一体的 但是也是要看看吧 有水槽现在是没有是吧 就是这个嘛 对我有在淘宝上看到这样 我们买房子的时候 就是有考量到噪音的问题 就是我们是不喜欢那种就是一整排的房间 有别人从门前经过的那种组屋 我们就不喜欢 但是像这种它是在四个角落里面 每个角落里面两户人家就还好 这样大家基本上不用互相打扰 而且呢 是每个角落里面这两户人家的门也没有门对门 我是不喜欢门对门的 它这边的话 五年的房子电梯还是蛮新的 没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